其實大家有沒有摸過M筋 待會製作就會有這樣的樣子 我們要教它用 這裡扣著底褲 這樣就不會動了 拿起有機棉布 開始縫製這一塊屬於他們女神的環保M筋 但對於四位男士來說 縫製過程一點都不容易 一個不小心就容易刺到手 我這麼長的兒子有沒有縫過這麼長距離的線同步 肯定是第一次才試試 肯定是第一次都是一個突破 我希望她是開心的 因為始終你看到都是要花心思 我希望她不要覺得太害怕 她做出來要有些手工 做那一刻要有些技巧 就是針紙那方面 而且一開始我看那塊布的樣子 我不知道究竟怎樣運作 即是怎樣用 這塊M筋怎樣用 使用方法要很重要 因為我不會用 我教不了我女朋友怎樣用 這個我要留心 畢竟針紙對一般男士來說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同學仔都要導師Carmen幫幫手 才可以繼續縫 搞定 上了接近一小時的課堂之後 終於進入直路 將兩塊布縫好 反轉 再縫多一塊細布 便大功告成 看看完成之後 他們笑得多開心、多滿足 今次是導師Carmen 特別為情人節開的第一班 她本來都很緊張 看到四個男士成功製作有機棉M筋之後 都替她們開心 她早前在網上鋪貼 開全男班的時候 引起了不少迴響 一班網民有彈也有讚 今次這四位男士率先上課 原來部分都因為另一半熱愛環保 所以希望可以送一份環保又貼身的禮物 是呀送給我女朋友 我老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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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我老婆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有對環保的手工有興趣 我打算學完之後 跟她一起研究一下 怎樣做些事情 就是M筋給她 她對環保那份熱誠是很真 和很出力的 那時被跟她拍拖 她就帶我撿紙皮 看著一個女生很年輕 那麼不怕骯髒地去撿紙皮 我覺得她對環保這件事很意外 好 馮好了這塊M筋之後 大家就可以將它摺成花一樣 送給其他人 無論你收到的時候 喜歡還是不喜歡 它都代表了一份心意 祝大家情人之快樂 老婆 有些東西送給你的 你不要親手做的 是甚麼 想做的衛生間 挺特別 挺實用 都會的 她都不親手做事 親手做 都算是這樣的 今天都很安心嗎 也是挺好的 比送真花還好 你又擺得又用得 你又擺得又用得 想跟老公說 情人之快樂 多謝 謝謝 多謝